管家的比喻 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一节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务 主人叫他来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把你所经管的事交代明白 以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 厨地呢无力讨饭呢怕休 我知道怎样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 接我到他们的家里去 于是把欠他主人 债了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一百楼油 管家说拿你的账 快坐下来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 他说一百淡麦子 管家说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上 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从2015年我就写下 关于不义管家的解经 那时就写这个不义的管家 就是贱卖神公义的人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如今传成功神学的牧人 而在不同时期的过去 也有各种各样的讲法 或是宗派 是亲见了神的义的 他们就是主在这里所说的 不义的管家 人是不是都欠了神的债呢 是的 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写下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而公义就是告诉我们 还欠了多少的一个标准 而历代以来 都有牧人在贱卖神的义 用各种的方法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欠神那么多 甚至反过来说 神还要给我们多少多少 这样的方法 确实有利于结交朋友 可能也替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 买了个美名 他们少提或是根本不提 我们亏欠了神多少 甚至在律法时代 就有人夸大献祭的功效 他们只强调 神要给我们如何的赐福 淡化或是根本不讲 我们对神的亏欠 这样的牧者 你是否觉得似曾相似呢 我想你可能见过 或是认识一些这样的牧者 可能你还在他那里聚会 他们不但好好的做着牧者 往往还可以吸引到许多的会众 为什么呢 就如主在这里所说的 这些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用清俭的道可以吸引 许多许多的人来聚会 所以主说 因为今世之子 在世事之上 较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许多忠心于主的仆人 辛苦的按照神的启示 讲正道 但是人却不愿意听 这也不奇怪 谁愿意听 我们是不合格的 离标准的多元 这些 所以当有人说 神是爱我们 神要怎样的祝福我们 那就吸引了许多人去听 然而如果所讲的道不真 那能够让人得救吗 还是会误会 误导人走错路呢 我们不知道 那么可能会有人要问 为什么在这里 主要夸奖不义的管家呢 为什么是用夸奖呢 那是因为救恩 并不是在于 仆人所讲的道 固然 撒真道的种子 是很重要的 但是救恩 乃是在于 神自己的作为 请问有没有人 听了真道以后 却反而不得救的 当然有 犹大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 听了无数的真道 到最后却是不得救的 那有没有人 没听过真道 或者他所听到的道 是不正确不完整的 但是最后却得救的 当然也有 那个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没有听到过多少道 但是他却是得救的 神的大能大力 能够使各种各样的人 使用各种各样的 场合和机会 让人得救 好的管家 能够把杖记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样 可能不利于 与人结交朋友 甚至可能会得罪人 不利的管家 将杖记得一塌糊涂 但是却善于交朋友 使人与神建立一种关系 我自己就是在一个 这个成功神学的教会里受洗的 爱里的牧师所讲的道 就是讨人喜欢 神要服侍人的道 这个当然是错的 但是却吸引了很多本来不信主的人 或是有困难信主的人来到教会里 在这些人里面 然后神按照自己的拣选 有一些人也能因为神自己的工作而得救 但是请注意 我说的是一些人 而非是所有的人 当然即使神的仆人所讲的道是纯粹的真道 那也依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得救 恐怕也会有人听了同样的道 却不得救的 但是我却愿意相信 听得真道会让人得救的比例 会更高而不是更少 这就是为什么那个主人不是立刻阻止这个不义的管家 将他给打骂了 却反而是夸奖他做事更加聪明 那是因为他认为交这些朋友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管家 最后是否成为主人的朋友 恐怕是不会的 有些人叫别人得救 而自己却不能得救 我们要谨记 愿上帝怜悯看守我们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